138级的古旗 鉴定出了一把弓箭啊 弓箭的话 武器带了一把水清爵啊 再加上力量 大堂官府用的减了三入的命中用709除以一个3加上一个657加上一个125存伤是1018.33 然后呢 再用那个力量是熔炼以后是31加536再乘一个0点先足0.57啊 这肯定是玩先足加上1018.33 综合是1038.85 然后的话再用35打完宝石以后差不多应该是扣3838再除以个3啊 再减去个1038.85 减去一个3838再除以个3 减去一个12.66啊 这把武器综合1026.19 1026.19啊 啊 这个号玩的是159的级的花果山 好像1026太低了 老板1050的话开始算神奇 1026的话再反推呗啊 再反推减去一个125啊 相当于901 901的专用水清武器啊 啊 这个武器啊 升到159级打比5是肯定够的啊 打群雄的话反正比非专用的要好啊 非专用的武器 大家可以藏宝哥搜索150的上线武器啊 150的话870有双加啊 870啊 双加水平啊 咱们是900加啊 纯商啊 可以对比啊 兄弟们一个非专用的870双加和900加的纯商专用 你们选哪个啊啊 看一下先足能用的武器 这把武器是体内双加啊 这把武器摆的价格那是10万零一千啊 好 这把武器的话是866有双加啊 你们觉得这把武器好 还是咱们现在身上那把武器好 这就是一个定位赛了啊 这个比那个比这个伤害高 那个比这个多个水清 但是如果体内换成属性点的话 两把武器是比较接近的 这把武器的话是用32再加上一个24啊 再加上一个熔炼的上限 熔炼的上下体质的话是能熔炼5点 他熔炼了2点啊 再乘一个0.57 再加上一个866啊 这把我是存伤 属性转化为899啊 所以说他们是一个级别的先足能用的武器啊 还有这把武器也能用 这把武器157啊 这把武器的话出伤的话 没有亮点系统 729除以3加622存伤865啊 这样的话10万级别就得再往下调调了